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讲的时候讲到一个细节 作为力推Code 这个美国布林肯为什么在Code之后 在白宫所进行的记者发布会上 要强调Code不是Natal 不是亚洲版的Natal 它除了有政治上的这种影响方面的考虑之外 在技术和功能性的层面有什么考量 因为很简单 Natal是什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军事联盟 这个军事联盟是签了条约的 非常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 就对帝约国一方或己方之攻击 视为对帝约国全体之攻击 然后帝约国得采取一切视为必要之措施 包括使用军事力量给予资源或者是反制 就它有这么个条款 它有动物条款的 那么在国际关系当中 这类条约当中的动物条款 就是一个同盟体系当中 界定成员义务的条款 有两种典型的类型 一种叫什么呢 一种叫自动触发机制 自动触发机制里面 在20世纪50年代 这是四五十年代 二战结束以后 在欧洲有个比较冷僻的条约 叫布约 布鲁塞尔条约 布鲁塞尔条约里面讲什么呢 就是自动动物 就是你打了我一方 其他各方马上打你 另外一块呢 是美洲国家条约 美洲国家组织 美洲国家条约里面规定什么呢 就是成员有任责权 就是他可以采取一切 他认为需要的措施 然后呢 条约当中都没有使用武力 就是说由成员方 其实这个成员就是美国 当时签北约的时候 最后北约的第五条 是布约和美洲国家组织两者的结合 啥意思呢 就是对于布约这方来说 当时他们面临来自苏联的军事和安全威胁 那个苏联红军 这个坦克横扫西欧平原 一个星期冲到英基里海峡 那可是困扰几代欧洲领导人的晚上会惊醒的噩梦 唯一能够阻止他的美国在欧洲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的核保护伞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这是冷战的一个基调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他当然不是说我被苏联人揍了 就快亡了 你美国人还想 嗯 我是发一个政治声明呢 还是发一个政治声明呢 还是在道义上支持一下呢 而不迟迟不见动无力 而对美国人来说呢 他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美国不是雷锋 他任何事情都是精致的利己 他说什么 就是我不能把一张空白支票给你 啥意思 尤其是你德国 冷战的时候 你德国你要统一啊 我知道你阿德纳有什么想法 你想冲过去啊 那好嘞 我跟苏联那儿好好的 我们还在那儿聊着呢 你那儿咔嚓一家伙先冲过去了 然后根据这个条约 我莫名其妙地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卷入了一场不符合我利益的战争 那怎么行 那我一定要保留控制权 所以北约的第五条 其实是一个妥协条款 那么在Code里面 你想想看 对于印度来说 以三哥的脾气 Incredible India 他如果真的拿到了一个 像北约那样的 军事上的promise 说适用于成员 那行啊 我边界地区 我就过去干了 我就过去干了 我就砰一下了 那砰完之后 你美国人就该给我砰砰砰了 那开什么玩笑呢 所以这点 那你说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稍微好点 它也不可能冲到南海来砰一下 那地方我们也不可能去帮它 那日本人说 那我在三哥那边 我们叫钓鱼岛 他们叫间隔 就我们的钓鱼岛 他们硬说是他们的间隔 在那搞事 然后里面砰 也是给你美国人砰一下 那你美国人要不要砰一下 日美之间有同盟条约 日美同盟条约的第五条里面 动不动手 怎么动手 都是由美国决定的 就这么让美国决定的事 它第五条 适不适用于日本 就能不能日本把钓鱼岛给填进去 还得等这次澳斯顶 他们新任房长 那首位非洲 非洲裔的房长 到那边去访问之后再顶了 当然 这个老兄 这个美国的这个房长 大家可以去查他背景 他也是个股神 他买医疗股票的 有了新冠疫情之后 买医疗股票的这种都是股神 这种人能做出什么事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我就说 告诉你 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 简单的把这个东西 称之为一个亚洲版的雷头 尽管他心心念念有这个想法 就是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绑定 就面对自己盟友的时候 他也没可能 就尽管表面上好像看上去 都看中国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code 我们从这个叫什么呢 叫愿望和实际 就主观认知 主观预期和客观现实之间的 这个落差进行分析 也是个很有趣的事 这个code 未来的成败 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那两个方面的因素呢 第一 印度在多大程度上 是一个可以被填满 有前途的胚胎 值得培养 第二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包括将来 它扩展成一个民主 集全球民主阵营之力 他们有多大公无私 愿意为了所谓西方自由阵营 这个未来 去扶起一个印度 在什么意义上 在产业链意义上 现在中国跟美国 面对崛起的中国 所谓美国那个西方自由世界 他们最头疼的一点是什么 最头疼的一点 还不是中国手上有了核武器 它最头疼的一点是 中国跟全球经济体系的 这个深度嵌套 而之前在别的一些讲座里面 我提出过一个观点 就在我看来 现在国际体系是二元垄断的 对所有西方国家来说 你有了创新 你有了技术 你有了那些想揣的玩意 你要把它变成利润 对吧 我们知道 商品这玩意最终是为了赚钱 它不是为了用那个东西生产出来的 你就要做两件事 你要么找中国去生产 你要么把这个东西在中国市场销售 这两年之中少了一样 这个东西变不出来的 当然了 印度说你看我 我是你们的希望 白相 白相是英国人造出来 英国人造出来的东西质量怎么样 大家心里有趣 不管怎么样 白相有迷居自信 他说你看我人口规模差不多 你差不了几亿 而且我人还挺年轻的 对吧 然后我们也离得挺近的 而我们这个甚至我干的事情比他还能干一些 我模特的这种特技 他能干吧 他不能干 对吧 我们这个有特殊性的 所以呢 很简单 你跟印度人打交道就是他到这 他斗外圈之后 最后就说 你只要投一点点小钱 我保你 能不能吹得出来 几个地方 第一 印度的十几亿人 能不能转化成像中国一样的高质量的市场 印度政府能够解决贫困问题吗 如果印度政府知道什么叫贫困问题的话 第二 印度有没有充分的高质量的劳动力 而不是年轻就行啊 不是拍宝莱坞那种电影啊 人可以跑上去什么 把大象啊 飞机啊 都往下砸的这种 不是那种啊 实实在在的 你印度能出多少工人 高质量的产业工人 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的生产 并且这些劳动力本身能够形成生产和再生产 涉及到教育 关键基础设施 公共政策体系等等一系列相关性的问题 第三 你印度政府有治理能力吗 能不能管得妥妥妥妥妥 类似于像这个皮特森研究中心 这样相对比较靠谱一点的美国经济金融贸易方面的研究机构 都告诉你一个基本的事实 你讲起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它的比较优势 从来都不是工资低这一项 现在是什么 关键基础设施配套 好 劳动力质量高 政府治理能力强 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 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不可替代 没有可以选项的地方 你要找什么地方 这个成年人工资比中国低 那有很多 不少的 你可以去 去了以后你会发现 工资不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的这个劳动力数字高 工资高是有道理的 那么印度摆出了一幅 我是一个无底东 你来喂饱我 我给你一个大力出奇迹的这么一幅态势 你美国那边有多少钱去喂他呢 你能投多少东西给他呢 你的治理能力咋样呢 这边涉及到另外一个历史性的诅咒 就是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很多美国人很有自信 我告诉你 你再有自信 你拿出的例子 就一个日本一个德国 那玩意根本就不叫国家再造 冲启让什么 叫做续命 叫战后续命 那两个国家的发展 本质上是由那两个国家 自己历史发展中 奠定下来的基础 你美国人帮他把拍掉了一些东西 拍掉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之后 他在他自己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生长 印度 印度你就要去问英国给印度留下什么 整个印度殖民时期 这个英国在印度殖民的时期 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啥 除了培养的 除了一批高等级代表 有那种高等印度姿态 代表这个西方文明 这个监督和管理大家的这个阶层之外 你还留了啥东西出来 克斯密尔说不说 印八分治方案 对吧 弄得你这样判矛盾 名不聊生的 分而自知的 这些坑都是你挖的 挖了这些坑以后 你自己又没有进过这样一个自愈阶段 印度能不能堪当重任 那是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印度来说 我这边真的是希望 这个 算了这事情 不管怎么说 印度领导人脑子清醒一点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请尽快向中国靠拢 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还有一个国家 真心愿意帮助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实现自身的实质性的飞跃和发展 而不太计较 不是说不计较 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的 还真就只有中国 很多发展中国家呢 有情怀 有情感 但是心有余而立不住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呢 就是他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这个脑子 已经比发达国家 还要发达国家 你让他去看 他看发展中国家 比发达国家还不胜眼 你比发达国家 看这些国家还不胜眼 他就各个自己 一脸这种嫌弃的样子 兼具 至于发达国家 不好意思 他们现在除了内部制度 看上去比较发达 说话能力比较发达 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一些概念 和游戏比较发达之外 没什么特别发达的地方 他们可供支配 俗称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可供支配的这些资源 要他拿出去休想 为什么 不是资源绝对不足 是资源相对分配不足 影响了他在国内进行资源调配 在国内外进行投送的这样一种能力 有心情 有想法 有需求 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只有中国 印度真的想实现 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话 早点把那些不应该有的小心思放下 靠到中国这边来 大家认认真真 再包括类似于像近专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 向前发展 当然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颗试金石 什么试金石呢 就是这个Code 在我想估计是可见的将来 从现在开始一到三年之内 它能够走多远的一个试金石 就是疫苗产能的合作 就是疫苗产能的合作 这次开封会 他们其实意识心 把它的很清楚 就现在这道行 对了大家关注到没有 欧洲那边又开始封城了 意大利又重新开始封城了 什么意思 它又没关好 又开始崩了 又开始崩了 它这个东西 像挑橡皮筋样子 上上下下下上下 疫苗的产能 能不能给全世界提供足够多的疫苗 美国现在的特点是什么 家里面囤了一堆一针都不出 甚至它连原材料都不出 但它说的又很好听 大家帮着让印度来生产 让印度把它拱出去 你去提供给亚太地区 搞个十亿级疫苗 各位 十亿剂疫苗是什么概念呢 印度是十三亿年 十亿剂疫苗 印度国内 你看这是打一针还是打两针的 如果是打两针的 它连疫苗墙的覆盖 都不一定能够达到 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疫苗墙的覆盖 它都不一定能够达到 所以这个东西 数字看上去很大 愿景看上去很美好 其实多少有点口灰而是不及 如果最终到今年年底 Code能够在疫苗的实际生产和供应上 不是口头 不是计划书 不是我说了十亿剂 这十亿剂就已经生产 并且供应完毕了 拿出一点实际成绩来 那么Code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拿不出来 Code基本上就变成一个亚洲 优怨者清坛馆 一群人在那边 发牢骚 画圈圈 诅咒 发誓 耍痕 说我一定要如何如何 我们一定要精神团结 如何如何 这个呢 总让我 上了年纪 总让我想起以前看的一些黑白片 黑白片里面经常有这种桥段 这个解放战争时期 蒋介石 国民党派个什么特级先前队 什么特派员 到东北里面去收编土匪 各地 全国各地去收编土匪 然后一群土匪呢 共同特点是什么 在山洞里面一帮人开会 上面做了个特派员 下面三股土匪 每个土匪看上去都很XXX的 但是的共同特点 包括特派员在那里 四个人都被共产党揍过 都揍不过 但是呢 这四个人就是那么普通 又那么有自信地聚集在一起 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多少资源 就可以如何如何地去感应共产党 就给我这种感觉 真的有点时空错乱 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有人说中国咋办 那说天要下雨行不行 这个好像太过消极 但我实事求是讲 对于扣的这种骑士八字还没那么一批 主要目前为止靠嘴吹 用嘴去吹大力出奇迹的这种东西呢 咱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人家也飘一会儿 对吧 毕竟难得嘛 开始 对于税王来说 你像进了白宫创第一个纪录 是50天不开季交代会 有人担心说是担心嘴瓢 就被问傻了 就这种也挺可怜兮兮的 这种新人美国领导人来说 咱也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 当然了 这种事情也不是乱发挥 咱做好自己的事情 抓紧时间 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个呢 给他画好红线 讲清楚底线 把很多问题交代清楚 打消掉对方幻想的空间 当然这个东西除了说之外 还需要去做 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然后需要每个人说实话 过好自己的生活 认认真真的 该工作工作 该学习学习 继续防控好新冠疫情 家里面开开心 但整个中国蒸蒸日上 你让他们去call的 你call的不要说一个call的 你call的三次方 你call的N次方 他也就是个call的 就在那边 画圈圈 你真的有本事的人 你说有谁 你听说我真的是被人 在墙角画圈圈给咒死的 对吧 这种事情 大家看着就可以了 当然在历史上 如果再过个五年十年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发现结果他 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了 一个是他没搞成 果然就是画圈圈 做到他 目前来看的 顺着我们现在这条路 方向下去 在这个结果上 他的出现 我们还可以保持相当坚定 谨慎乐观的信心 这一条就讲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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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